19季SBL超级篮球联赛 在澎湖展开的热身赛三连阵 今天也进入最后一天赛程 一日两阵 打头阵的是九泰科技和蒲苑建筑 两葬杰伦以及汉地八聪的三分冲炮 很快就带领黄山军在开局打出一波10比2的攻势 除此之外 九泰今天在防守端也有不错的表现 第二阵孙永辰大手一波 能不妨来个超级快攻 虽然最后放枪 不过没关系 杰伦马上就来帮你补尽 全场比赛结论上场将近20分钟 16投9中标进23分 不止是全场最高 外带9颗篮板 全场较出准双十的亮眼成绩 半场打完 九泰就握有49比28的领先优势 搭配KR向王 全场也有13分的活力发挥 黄山军在双羊将的带领之下 面对全本土应战的桃园蒲园 分岔一度突破30大关 温温掌握比赛节奏 中场86比62 九泰轻松过关 至于完场赛事 由台湾啤酒造手台湾银行 前两阶结束 台英靠着高达吴城寺的团队命中率 是以49比41战事领先绿山军 尽管一览后 台皮羊将摩尔不断在进去 乘胸斗横 全场看尽12分 试图掀起反攻 可惜就在他退场过后 接下来的绿山军就向篮筐炸盖 三四两阶分别都只攻撒11分 反观对面的台英 不止周伟称攻撒14分 七篮板是全场最高 台英光是第四阶攻撒的24分 就足以碾压绿山军下半场的所有得分 中场88比63 台湾银行在热身赛的最后一战 以胜利划下句点 玩出一胎 综合不到